那么过了几个月 大概是四个月之后 有人从现在的新疆 那边是从前叫西域 回中国来的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在西域见到大墓祖师 跟大墓祖师见面 看到大墓祖师 拿了个棍子 他一直就穿上衣 一直就没穿 再穿一支球 回来之后告诉我 同像的人 同像不对呀 四个多月以前就过世了 埋在那个地方 怎么可能你们在西域会遇到他 这些人说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真遇到他 还给他讲了不少话 问了不少问题 于是乎大家把缝墓打开 棺材是空空的 没有人 剩下一只草鞋 说得假的一点没错 法师一直就上穿个草鞋 一直就上没穿 那一只草鞋留着棺材 有过这么一种事情 海鲜老和神的母亲 是不是菩萨来现身 到现在是个谜 母亲的身体不见 找不到 来佛师三个不凡的修行人 真的值得我们做保养 我们相信海鲜老和神的母亲 是大摩祖祀一类的人物 不是凡人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保养 他四兄弟两个 是我们出家人的保养 他的母亲是再家人的保养 一句佛号能成功吗 我们要有信心 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品 就正在罗汉谷 念到大吃大悟 明心先心就成佛了 就属于地上菩萨 到不了地上菩萨 我们叫大悟 不是大吃大悟 大悟 三行为的菩萨 是主 是心 是慧性 华言经上所说的 没有魔人 下菩萨